地之相冲,有冲衰与冲望之分 一般来说,当挂宗的瑶为静瑶 得到月见的生柱时,被望 此时封日见或动摇来冲为冲望 如果某一瑶被月磕,此时被冲为衰 在命理书《滴添水》中有这样一句话 望神冲衰,衰者拔 衰神冲望,望神发 这句话与六瑶应用中的冲望有相同的含义 望者冲衰,衰者拔 这个拔是连根拔起的拔 是指这个地之因为衰弱 被冲后彻底毁掉,无用了 而衰神冲望向的地之 则会引发它的斗志 这就和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一样 美国挑适的结果是,让本来就强大的中国人民更加团结 尽心干计更足 所以,望摇被冲以后就会更加强望 冲望又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本气冲望 本气就是同样的五行来冲 十二地之中,本气只有四土才会冲 一般的,在月剑中摇有助力时 比如五月未土摇 和日剑丑土来冲,此时论冲望 有洞摇来冲 这个摇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相论的 如果月剑不住,但也不磕 华中有元神望向,也论冲望 因为属于本气 所以,只有一点点助力就可以论望 但是当月剑磕用神摇 动摇也来冲磕用神摇时 比如,卯月,陈摇,欲虚土来冲 此时,就另当别论了 二,月剑为破 无论挂动的摇是否有日剑动摇胜柱 只要月剑就论月破 这一种衰弱的表现 月破,有日剑或动摇胜柱的摇 好比是一个男的跟女朋友的分手 分了,但是感情还在 只是在短期内,两人的感情没见缓合 但是呢,如果两个人没有任何生柱 没有一点感情了 那就真的分了 没有再和好的机会了 所以,月破是一个较大的破坏力量 但是日葱沦望 日葱有气为动 这里的有气一般指月剑生柱 林月剑,月剑生河,月剑入窑等情况 则日葱此摇时论望 当用神摇,月剑不磕不生 动摇生柱时也论望 如果没有以上的条件 则不论望 这一条与第一条是相似的 所不同的是 第一条宗是同类相冲 因为相冲 对冲掉库宗所隐藏的金木随火四种杂气 而独存下土的余气 故,列有助力就可以延望 而其他不是土的五行地支不一样 必须有明显的助力后才能沦望 总月剑 无论从什么摇都会越破 日冲在相应的条件之下 为旺这两个理论来看 月剑的力量要大于日剑的力量 虽然挂书上说日月同工同权 但是二者之间的力量还是有区别的 而且月剑能直接影响一个摇的望衰 可用与不可用 而日剑只是起到了助力或缓解的作用 二者随缘对挂动的摇来说 都是绝对的权威 但是实际应用并不一样 体现的对摇的望衰助力方式也不一样 月力量论望向修丘斯 日力量论掌声十二功 而且他们所管的时间长度也不同 月管四季 日管一件事的发生发展过程的从头到结尾 四 动冲排斥 摇之间的相冲实质上是排斥普通的作用 但独有四土相冲时 在前面讲到了本气冲旺 及日冲论望中所限定的条件下是论望的 因为土是杂气 所以相冲时伤害的是彼此所隐藏的其他五行 而余下的存土五行 两土相冲后会变多 比如你去求职 而用神冲施谣应聘不上 但是冲旺土谣有鼓动帮助扶持的作用 而其他谣之间的相冲则多为排斥 有更刚改变之意 比如原来要求工作 但是遇到动摇相冲 则可能是不再去现在这一家 而是换了一家 我们看一个例子 82年生人的女车 自己参与一个高档玉器生意 能赚钱吗 离婚手续何时能办下来 对方会给我钱吗 首先我们看 金玉器能不能赚钱 一般吃这个事应该以财药为用神 但是我直接在这挂中 请兄弟伸金为用神 为什么呢 一是金银首饰物 本身就是金 所以只取金药 二是他说参与 说明不是他牵头主导做的这件事 有兄弟朋友拉他一起做 所以他如果做 就是投资在兄弟朋友身上 油才可赚到 那么就看这个兄弟窑 能不能给他带来财 第二点 付出比得到的多 兄弟伸金得越见生柱 日冲这是冲旺了 兄弟窑旺的结果 就是有更多的力量 吸收丑土试药的圣柱 让土去反而生金 减少丑土的力量 父母持事摇 我们理解为汗水 劳动 林朱雀需要事摇去给推销 显然这里还看不到财 只有付出 第三点 有财但得不偿识 如果付出 那么光贵林玄武发动 挂财摇回头生 还有柯世瑶 聪胸的类像 财柯世说明有财得 只是玄武发动 这个财 有点欺骗朋友 同事 领导才能得到的含义 而且是财在初遥新世 为柯世瑶 这个财得到以后 会心里不安 心里会装着小鬼乱踹 那么 建议他 这个生意不要做 免得赚了小钱 让自己有良心账 陷下来 最后我们看 他的离婚手续 能不能办下来 离婚手续 看父母摇 两个都很棒 而且有光贵摇 在挂中动画回头生 所以 这个手续 能顺利的办下来 同时呢 光贵动画财摇科室 也会给他判一些钱 另外 玄武 林光贵也赌这个男的 前男友 就是不通过法院 会私下找他 用的是四伙 主动生 仇吐之一 因为光贵四伙 动画 银木 台摇 所以会和他谈钱 只是想少给钱 或不给他钱 玄武主 情况不明 又隐藏 拿不到台面的含义 这个事 我当时说 为了财 而四前想后 银木可是让自己难受 不如不要太征财产了 差不多就得了 希望他早点离婚 换取安静 我们再看一例 女车 幼儿得了什么病 晚上发烧 白天没事 昨天晚上37.7度 自己的母亲 上个月去世了 去世前 他一直吵着 一件宝宝 是不是去世的母亲 在折腾 雷火风 便雷神小过关 以子孙为用神 动画光贵瑶 挂一直指 这是病了 这里有一个特别处 就是日渐未土 从挂中的光贵仇土 说明不是一种病 而且仇土代表的时间 刚好是半夜 这一种 林玄武不亦查明的病 他怀疑是去世的母亲 来折腾 我们看一下 仇土林婴瑶 生世瑶父母身金 生者为父母 说明这个婴瑶 的确有母亲的形象 因为刚好林观鬼瑶 人去世了 当然就是鬼 又连婴瑶 的确有他去世母亲 在折腾 由于仇土的病相 又与日渐上摇虚土 形成三行举 故由虚病引动食病 头土日渐来冲 因为动摇 卯木得月渐助力来可 所以不是暗动 而是日破 丑林日破危害不重 当日即可见好转 因为当天就有土来冲 所以让他下午去西南方位 找医生就可以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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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